穿著深色背心的靈性男子 手上拿著一瓶寶特瓶裝的汽油 來到新北市中和分局門口 下一秒 男子把汽油一口氣潑洒在分局門口 還跑進分局大聲叫喊 情緒失控 直辦員警火速調動支援警力 現場六七名員警 合力把男子壓制在地 他手上的空寶特瓶也掉落在一旁 男子持寶特瓶自加油站 購買汽油 揚言預置本分局縱火 隨後該名男子便出現於分局門口 潑洒汽油並大聲呼叫 本分局警備隊值班員警健壯 調動駐地內警力支援 迅速加強壓制在地 警方調查 靈性男子疑似情緒不穩 拿著寶特瓶跑到加油站買汽油 還揚言要到警局縱火 警方接到加油站通知 立刻通報各所隊加強安全維護 沒多久 男子就跑來分局門口潑灑汽油 幸好還沒縱火就被警方壓制上銬 依公共危險罪現刑犯送辦 核訊網站許一文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林傳沛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 或是體談動態嗎 趕快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